黄瓜也称胡瓜、青瓜属葫芦科植物 黄瓜在4月后5月时种植 这取决于你住的地方的气候 注意种伤的热气 等到种伤后气温上升时候种植 黄瓜的种植可以用上三五年 我这是第二年的种植全部发芽 盆里育苗一定要等到长出两三堆正叶时再移植 移植时要小心全部无损坏的取出 后面的天气不能太冷 更不用土壤保护结实了 试咸薯 后面的亘味 浸凉 再捣一层 再装入植物 加上海银子 淀粉 3.5m 3.5m 要大零 黑猫 好 弄熟 那每两星期用液体肥料 肥料不要涨到叶子上和果实上 种黄瓜之前试过肥 那么出现藤条和花芽应该再次试肥 如果枝叶变黄就需要高档肥了 但叶子病了还是有其他增菌 种时种子没有消毒 土也没有消毒 去年和今年种在了一个地方 防止黄瓜生病 种子消毒 土壤消毒 清除杂草 空气流通 阳光充足 水缝充足 黄瓜喜欢水 但也不要一直是湿的 对白粉病采取不少措施 如小苏打 牛奶等 但则是延缓病情 无法根治 叶子病了 黄瓜还在接 但病的叶子光合作用受影响 所以减惨了 冰叶再掉 就变成光秃秃了 2018年夏季收获了56根黄瓜 拔出来根部没有球状 好像没有根流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